美国时间2024年4月11日 美国前橄榄球明星星普森的家人 发布了星普森去世的消息 并表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请大家尊重他们的隐私 星普森曾经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橄榄球明星 体育评论员和电影明星 因为他的名字缩写与橙汁Orange Juice相同 于是他在北美橄榄球大联盟中 得到了火汁先生的外号 他曾被誉为橄榄球职业比赛史上最佳跑风 然而大家记住他的 却是因为发生在1994年的 星普森杀气案件的审判 也被称为OJ星普森案 这个案件在美国曾引起全民瞩目 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故事 如今依然是谈论的焦点 我找到了星普森在网上 接受的最后一段采访的片段 当他问到是否能安静地去见上帝的问题时 他是这么回答 你会有什么样的害怕 对于神社会吗 没有 我看着它 对 我所说 我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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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恨不信心 我认为我 我认为我 希望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了 那我们今天就借CNN当年做的关于辛普森杀人案的纪录片 来一起全面复盘一下这场曾经撼动了美国司法制度的审判 到底是怎么回事 欢迎来到我们好好谈谈 我是主持人小薇 那我们现在开始 1994年6月3日午夜刚刚过去几分钟 洛杉矶警方到达了在LA上称的一处凶案现场 警方没有找到目击证人和作案凶器 只有两名受害者 女性的名字叫妮可布朗辛普森 死在她身边的是年仅25岁的罗古德曼 此案主要嫌疑人就是妮可的前夫 著名橄榄球传奇人物OJ辛普森 辛普森曾答应警方要去自首 但是后来人间蒸发了 随后就出现了那场著名的高速追车 这也引来了媒体对此案的竞相报道 但这却只是刚刚开始 数量警车追逐辛普森的直播长达数小时 这让全美都开始沸腾了 最后辛普森把汽车开回了家 并在那里向警察投降了 而后面的事情更不可思议 1994年6月22日 也就是凶案后的一个月 OJ辛普森案件审理正式开始 辛普森在庭上宣称自己无罪 为了证明他无罪 辛普森雇佣了一个律师梦之队 由当时著名的哈佛法律教授 埃伦·德肖维茨 著名的刑事律师F.李贝利 当然还有约翰尼·克托伦 会主导这次辩护 约翰尼·克托伦是著名的明星律师 他帮明星打过的官司 从没失败过 包括他带离的迈克·杰克逊的案件 但是这个全明星律师团队会成功吗 尽管他们之间互相看不惯 但是主要辩护策略 他们很快达成了一致 也就是种族歧视这张牌 这并不是任何城市 在那里有犯罪犯罪犯罪犯 这是LAPD 辛普森的律师们知道 他们有获胜的把握 因为他们知道 检方不掌握的一条秘密录音 所以他们申请 咨询LAPD警探马克·福尔曼 问他是否用过黑鬼这个词 同样是黑人的检察官 克里斯达登 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目的 克伦立即进行了反击 就这样 此案的战线画好了 种族主义会决定这场案件的结果 1995年1月24日 OJ辛普森世纪庭审 进展到了停变阶段 在法庭外像个大马戏团 而在法庭内 一出跌宕起伏的真人情景剧 正在上演 数以百万的观众正在观看 The Simpson case combined everything that obsesses the American public it had violence, sex, race, sports and the only eye witness was a dog 首先检方开始陈述证据 开场展示了一个关于爱情 欲望和因嫉妒而失控的故事 He killed her because he couldn't have her That trail of blood 从Bundee through his own Ford Bronco and into his house in Rockingham is devastating proof of his guilt 但是辩方的考特尼律师 却用另一个故事开头 The evidence will show that this the careless slipshod negligent collection handling and processing of samples by basically poorly trained personnel from LAPD has contaminated compromised and correct the DNA evidence in this case 案发前 辛普森对美国人来说 是一个橄榄球明星 明星广告代言人 当然还是一位电影明星 但是检方却说 辛普森那令人耀眼的公共人事后面 隐藏了一个黑暗的事实 辛普森经常对他的妻子实施家暴 很快一名警探就坐在了证人席上 证明发生在1989年的 辛普森家暴尼克的事件 然后陪审团就聆听了尼克在1993年的一段恐怖的报警录音 而这个报警录音离尼克被害还不到一年 尼克的妹妹丹尼斯随后作证 他亲眼目睹辛普森殴打尼克 但是辩方律师罗伯特夏皮罗 去拿出了辛普森的一段录像进行反击 录像显示辛普森就在案发前几小时 还和尼克一家在一起 所以辛普森到底是一个爱家的暖男 还是一个有家暴前科的人 会杀死这两名无故的受害者吗 检方为了证明辛普森是后者 就让陪审团和辛普森一同去了他家和凶案现场 这一次去凶案现场的情景在线 也显示了检方这次的办案重点 那就是证明辛普森是凶手的物证 戴血的手套 但是意想不到的是 主办警察马克福尔曼将成为这一部分听审的焦点 也让案情更加朴朔迷离 然后马克福尔曼将来到你 说他发现了一些发现 是否正确 是 所以我们证明 是马克福尔曼 发现了这一包 在凶案里面的房间 是否正确 是否正确 是 然后检方又叫来了这位让人难忘的证人 这位叫凯托·卡伦 当时他在辛普森家留宿 凯伦在证人戏上的四天 让他成了全民的笑柄 因为他回答问题的方式 显得就是个智障 凯伦的证词证明了 辛普森在案发当晚 并没有不在场证明 他们俩当晚 首先去了麦当劳吃晚餐 凯伦就去他的卧室睡觉了 检方说辛普森那时候就离开了家 大约一个小时后 凯伦听到了门外传来了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 检方说 就是辛普森杀人后 回来创到了外墙 也就是那个时候 他掉落了那只血手套 到了晚上10点55分 一辆约好带辛普森去机场的司机 看到了一个黑人 186公分左右 大约200磅 这名司机说他从10点40分开始 就在辛普森家门外按门铃 但是没有人回应 证明当时辛普森 还没从凶暗现场回到家 司机和凯伦都看到了一个黑色的旅行包 在辛普森的宾利轿车的后座上 那那个旅行包去哪里了呢 里面又有什么呢 当时的办案警探 唐姆朗恩 有自己的理论 那既然检方有这么多证据 那到底最后哪里出错了呢 又是什么 导致整个案情的翻转呢 辛普森谋杀案的检方 觉得他们可以用这些证据 证明辛普森有罪 凶暗现场到处都是血迹 在辛普森家里 甚至在辛普森回家的路上 血液滴的 到处都是 这些血迹 经过检方 DNA的检测 证明是辛普森的 那就是天赈四招 而且别的地方也有血迹 受害者的血迹 在辛普森白色的Bronko汽车里被发现 在辛普森家后面发现的血手套 还有辛普森卧室里 他的袜子上也有 然后还有在Bronko汽车里发现的血脚因 还有妮可裙子上的血因 FBI专家威廉·拉茨雅克作证说 这些足迹跟一双名牌皮鞋相符 而鞋的尺码正是辛普森所穿的12码 随着审判的进行 注意力渐渐从鞋印、袜子转到了那双血手套上 手套的一支是在凶暗现场找到的 另一支掉在了辛普森家后面 检方认为这就是证明 辛普森就是冷血杀手的铁证 所以很自信地让辛普森当庭试穿 这双血手套 然而这却是挺神的大忌 这是77人的尺尔 我记得看了 预备在那库库的冰箱 然后想说 后来检察官克里斯多夫打灯 承认现场是穿着一举动是个错误 不,不特别的,不特别的。 我从来到桌上离职室, 我才知道人们认为是一件莫名的错误。 他似乎他把网络拿起来,刑事长。 是的,我做的。 经过了92天的漫长质询, 18位证人出庭和488份误证, 检方质询终于结束。 随后,辩方执行开始。 辩方利用机会发动了激烈的反击。 约翰尼克克伦首先开始了辩方的攻击。 他指出了警察的顽固之手。 甚至说出了一个警察故意陷害辛普森的阴谋论。 然后,案件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 辩护律师巴里下课, 炮轰了洛杉矶警方的犯罪学家丹尼斯芳。 直接指出他在接触证物的时候不戴手套的行为, 而且在他的证刺里找到了前后的不遗之心。 讲到这里大家能猜出辩方指控谁在载张辛普森吗? 马克·弗尔曼,就是在辛普森家后面找到学手套的那位。 对你洗脱了,马克·弗尔曼, 从中字笔查看起来。 那你正在说? 没有. 我都没有用这个文化 我都没有讲到匿名 不过赢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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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十年 DETECTIVE FERM 那是什么我说 那么我说 所以说 那么我就当时 在这个谷歌 我用这些语言 在这种语言 的法律 会不会有的 是会不会有的 DETECTIVE FERM 那是会 他们的 全都 是 对 他都没译 我唯一 的 我没有 有证明 我只要一件事 从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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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辩方律师贝利 致政福尔曼四个月后 辩方居然收到了一条爆料 编剧《劳拉哈特·麦金尼》 他曾经因为一个剧情采访过福尔曼 这次产诚的对话都被录了下来 福尔曼在这次对话中至少说了黑鬼这个词十几次 但是法官吉托决定只放两个的录音 录音带很短 但是非常有力和让人不安 福尔曼完全丧失了信用 他在法庭公开撒谎 说了种族歧视的原语 辩方这次有了信心 有一个种族质疑者陷害了辛普森 福尔曼到今天也不承认他栽赃了证据 当时他用了第五修正案 福尔曼名声尽毁并被驱逐出了本案件 时间到了1995年9月末 庭审已经进行了9个月 这场世纪审判越来越受到关注 但是12个陪审团成员和两名候补却受了大罪 因为他们已经与世隔绝了数百天了 那回到法庭上 辛普森是陪审员这么疲劳的主要原因 因为他不会自己出来作证 四天后 案件结束的曙光终于来了 再也没有证人 也再也没有耽搁 这是最后的陈词 首先是检峰的马莎克拉克 让我 grounded to Mark Furman for a minute 为什么 shown? 为什么他会提供他有了 写前他自排写政室 指IRE没有 flour法 在15和10年之MAN 是 这个判iliyor 是他有一个性格系里生的 但是,祸哎�盖是一个 pity 你知道这些标志就得到 reveals它标的 没 tahu 我们还没有确 Rog 假认了 准信 然后是辩方的《巴黎下课》 辩方最后出场的是约翰尼·考克伦 说出了本次案件的最大金句 经过了9个月的马拉松般的制证 几百个物证 在酒店隔离了260天后 陪损团终于要投票了 而关注这件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终于到了陪审团开始审议的时候了 法庭周围的紧张气氛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明显的种族分裂开始了 尽管法庭外猜测生四起 但只有12个人可以决定结果 终于经过漫长的审讯 数以百万的人屏住呼吸 等待判决结果的到来 但是没有人期待 这么快就有了结果 辛普森的命运在这时已经决定了 但是还没有公布 法官极多决定在第二天早上再公布结果 全世界还要再等待一天 1995年10月3日 太阳早上升旗 美国各地的所有人都在等待结果 全世界的人们也停止了他们手上的工作 等待着这场世纪庭审的判决 结果通过电视现场直播 在现场的罗古德曼的父母崩溃了 这场上升旗并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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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几天的电视频 黑人的召唤和白人的哭 至于辛普森 他回到了布伦特·伍德的家中 但古德曼和布朗家族 并没有放弃 他们在民事法庭控告辛普森 犯有过失杀人罪 这次庭审不允许任何摄影机拍摄 但是辛普森的致政录影 后来被公布于世 古德曼家的律师丹尼尔·佩德拉奇里 质问辛普森 看看当时辛普森是如何解释 妮可因家暴在脸上产生的瘀伤 那关于那双在胸案现场留下雪角印的鞋呢 辛普森再次否认他穿过这双鞋 但是佩特·拉奇里律师 做到了刑事法庭检放 没有做到的事情 他证明了辛普森曾经穿过这双鞋 不出所料 受害人家庭赢得了民事官司 背叛数百万美元的赔偿 但是辛普森仍然作为自由人 离开了法庭 直到2007年 辛普森在内华大中又被谁判了 罪名是武装抢劫和绑架 这次的判决结果和上次不同 这次判决发生在上次判决 整整13年后的同一天 而上次的罪名是谋杀 尼克辛普森和罗古德曼 辛普森这次所有被控罪名成立 他被判入狱36年 辛普森后来在2017年被批准假释 走出了监狱 搬到了拉斯维加斯居住 并在2021年因为表现良好 判定服役其满 正式成为了一个无罪之人 然后就是我们知道的 他在上星期去世了 随着他的离开 好多人评问说 谁是杀死尼克布朗辛普森的真凶的真相 也跟着他走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心里 早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不是吗 有人 ever asked you like who you thought did it I'm not going to talk about this okay you upset that the like the killer of Ron and Nicole was never found uh right now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any of that all right yeah yeah I think that's a pretty obvious question but uh I'm not getting in there I'm not going there okay you don't think that they're still out there I'm not I'm not going there all right you anything uh no I don't think so OJ was fucking there he tried 好了 谢谢大家 来到我们好好谈谈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和点赞 帮助我们快速成长 也可以加入会员来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